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赴美旅游人数持续增长,2012年超过140万人次,在美国境内消费高达88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14%。 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购物时常被更低的价格和名牌折扣店不时推出的促销活动所吸引。 戴维萨迪克是数码奢侈品集团的创办人,他认为奢侈品牌,尤其是高档车品牌,不能忽视中国市场。 高档车市场不仅占据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份额,而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 例如,捷豹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就大幅增长,捷豹还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调整了高端配置。 捷豹F型考车在美国官方网站的起价是6万9千美元,但是在中国官网的起价却高达100多万人民币,约17多万美元。 那么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权有哪些? 那些能够买得起价值10万美元的高档车,花费几百万美元建造豪宅的人,在中国社会占非常小的部分,而这部分人的财富总值却是非常非常大的。 奢侈品的消费呢,这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中产阶级,有一部分是腐败的官员,中国的腐败的原因呢是跟央企有一定的关系的,央企的垄断,央企的快速的发展,而以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以作为代价,所以这是国内常说的国进民退。 除了腐败,黄玉禅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缺乏合理的税收制度。 税收体制不了解如何合理征税,从而造成了不平等。 还有很多财富来源于经济学中所说的寻租活动,也就是不正当的权钱交易。 对于企业而言,最典型的寻租就是通过贿赂官员,包括赠送高档车、碗表、珠宝及手袋等奢侈品,而得到项目或特许权。 黄玉川说送礼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春节期间,你会给生意上的关系送礼,很多人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 但这里有一个灰色地带,当人情涉及到利益冲突和政策扭曲时,就是问题了。 只有通过法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标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我觉得法治途径,也许在短时间当中不能把腐败全部清理完,但是它建立了一整套的体制,是长远来讲,这是最好的方法来针对腐败问题。 李承认为,习近平领导的以整治向各级官员送礼为目标的反腐运动,已经令奢侈品在中国的营业额受到了冲击,是反腐运动取得的短期成效。 是不是能够通过政治制度化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来解决社会的很多矛盾,能够更多的往宪政方向来发展,而不是呢,还是成以够以前的这种高运动式的发展,来解决社会的矛盾。 我们唯有希望中国社会有一天,成熟到和西方社会一样,这些问题都最终得到解决,但这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税收机制,以及一个开放的媒体和新闻体制。 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预测,中国的奢侈品消费2015年将达到34%的全球占有率。 游位卫视,陈宇,华盛顿报道。